今天我找了一位训练师 过来帮我撑卡撑卡 你一会儿一定要帮我拉拉票 熊哥友今天要加油啊 好 加油 大家好 我叫熊哥友 52岁 我的爱情先言是 希望在这个舞台上 遇见新一类 一起签署 走向明天 12位女嘉宾在你的眼前 看一看选一选 第一印象最好的是 桃花意中人 选好之后 号码记在心里 不讲出来 开始 不讲讲述你 不讲述你 你不讲述你 熊果友做好了选择 所有女嘉宾第一轮选择开始 谢谢 首轮选择所有桃花为您盛开 我们来认识一下 熊果友先生 好兄弟说的没错 老婆可不是坐在人地就能等来的 要靠自己的行动去争取 于是我怀着无比的期盼来到了这里 桃花多多开节目是我给他介绍的 好兄弟做到你 我来陪你做亲友团 这可是我的好战友 三十多年来 从当兵到工作 从军云到社会 我两一次都保持联系 我目前在东莞某企业工作 东莞收入高 我在这里只是为了占老婆本 现在我收入不错 还有一定的积蓄 老家也有房产 万事主币 只欠一个礼 我这次来是信心闷闷 相信不会空缩而归 熊先生来到这里 完全是靠他的好朋友 今天也来了吧 在那儿 庚朋友 他没老婆 他比他还早点 你们是战友吗 是 是战友 一起当过兵 一起当过兵 难怪哦 人生有这么一个朋友 足矣 是 对呀 你即便没有找到老婆 你还有他呢 不能这么说 不能这么说 那行吧 那行 希望能如愿以偿 六号 我刚才发现看胆片 你是从广东过来是吧 对 家安在广东的吗 我家不是在广东 我是在广东那边打工 工厂上班 现在还没退休 没有 那收入怎么样呢 那边 年收入反正不到十万 一个月大概八九千 七八千 七八千 旅的那边那么长时间 没有买房吗 在那边 我们还没有 在那边买房的打算 我们是在老家 有房 有房 有这个想法 要是不是 以后要是不是买房 在我们那个老家附近买回 这黄岛是吧 你是黄岛城区的 还是农村的 我们是黄岛武学士 我老家是个人 现在居住在武汉 你房子也是买在武汉吗 自己买的 对 那你第一号 你那个有什么要求 南方我就是 他的经济条件 也还比我高一点吧 你有多高 我现在是刚刚从十月份 才辞职的 我年收入不辞职的话 一定可以 大概退休会有七万多 他本来还在上班 对 然后他为了相亲 他把职给 他辞职了 他是专业相亲的 好明白 他准备把老公搞定以后 再去找个事干 你就来我们这个节目 你是请假来的 还是辞职来的 请假过来的 请假 他们的公司人性化一些 允许他来找个老婆再回去 也不是说这么人性化吧 反正我们就是在 以老婆为主 他不同意 我们也要请假 他不同意 他也得搞啊 四号 你有房子吗 房子摸件是自己一个支建房 然后在楼上的 你有什么兴趣爱好呢 普通的爱好 是一点什么打球啊 什么想象象星之类 其他也没什么窃口的窃场 一号 你有几个治愈啊 我没有治愈 父母亲都在吗 父母还健在 自己有个儿子 你两个儿子 也大儿子跟他爸爸的 小儿子跟我一起 也工作了 我是在那武汉打工 我老家是重庆赴典的 他在环卫局上 环卫局 他不是负责那个打索卫 他不搞 他负责检查卫生 他检查卫生的时候 他也不戴那个红裤子 他不戴 他是便衣 二号 你是武协哪里的 武协哪个证 武协 余成证 你熟悉武学吗 我父母都是五苦白的 哦 如果你找另一半的话 他也有一个小孩子 你会怎么考虑的 一个小孩还是考虑 你是跟父母同住 还是分开住的 现在还是跟父母同住 如果我们要找到一名朋友的话 我们现在买 在我们那附近买个房子 再买一个房子 分开住 分开住 给我打断一下 你家有没有兄弟姐妹 有兄弟姐妹 你的父母是跟你住在一块的时候 跟我住在一块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私房 私房就是我们楼城住的那种 楼房 居城楼 三层门 三号 请问你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我现在到现在目前为止 一直身体很好 七号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 从那个短片里面 您是当过兵的 就是我对当兵的人 也是比较崇拜的 我想问一下就是 如果您以后 亲手一位女嘉宾的话 您希望她再给您生孩子吗 这方面有这方面的考虑 就是说 上方你 达到一定的程度 只要是女方愿意的话 顺理成章 对对对 花熟地落 我想有一个成章 就是水到渠成 水到渠成 那您就是亲手 另外一半的话 如果说女方 要求您去她的城市 去生活 买房什么的 您 您是怎么想的呢 她的可能性也有 也有 也有 最主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她 谢谢 这是熊国有 第二轮选择开始 第二轮选择后舞台上还有八朵桃花 为您盛开 通过第二轮短片了解一下 雄国有的感情经历 我虽然有个感情经历 但没有不如婚姻的殿堂 初恋是在当兵的时候 当时两人思念只能靠书信来传递 感情自然很难维持下去 三十多戏时又交往了一个女朋友 本来上方感情不错 但谁知他就是个不讲理的霸道女总裁 他性格偏执 连我和异性说话都不对 以如此霸道偏执的方式来爱地方 我实在接受不了 于是提出了分手 我这个人凭那里是知道工作 朋友专业小 所以到现在还是单身人 这么好的朋友在单身 作为朋友看到眼里记在心里 希望你们把他牵着我 放心我会加油的 加油 老熊 老熊我问一下 就你这个亲友团 这个你的朋友 他是你的当炮兵的时候的战友吗 对 你们是老乡吗 对 也是老乡 也是老乡 他老家 他家里还是跟我们爱得比较近的 那你一直担着 他是什么时候找到对象的 比较早吧 你的朋友肯定思维比你活泛一些 但是你这个铁哥们儿说话的时候了 来 他是个有文化的人 我在他面前是文盲的 他真正的那个时代是高中毕业生 文才也是文才飞扬的 你们是没有了解他 而且你们是吧 如果和他牵手 将来未来你们的家庭 你就是你说了算 你就是老大 绝地幸福 我们这个内容忠诚老实 你们看得出来的 未婚 没有结过婚 他还是一张白纸 就女嘉宾可以在他 就是肆意挥洒 但是也麻烦大家磨乱话 磨在这个白纸上 你跟他鬼话桃湖 六号 我想问一下 你的那个消费 消费水平这个方面怎么看待 消费水平 根据那个自己的那个承受能力 你买衣服会买贵的 还是便宜的 还是中档的 就是来这个舞台之前 我们也这个衣服 也是在这个专门店买的 我买的东西 我也不是在买的比较便宜的 我们都是也是 有质量 有质量 有品质的那种 十一号 等了这么多年终于等到你 谢谢 你说这个话 你说的这个话 找得他心花怒放 你的单身毅力比我还强 我很佩服 对 他的空长期太强了 空长期这么多年 曾经起码我年轻的时候 还冲动过 有过一个男子 有过一个儿子 是吧 你看看 那你年轻的时候 有没冲动过吗 冲动是冲动过 但是没有冲出去 对 空长的这个事情 对女生来说很常见 对男生来说 真的是很少的 没有找到真爱的话 我就说 您认我诞生 我也不愿意将就 这个怎么意思 这个观点跟我一样 坚定 自己的原则 不要犯错误 问一下11号你是你离婚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离婚原因是他有点家暴 结婚的时候 怀孕的时候他就动手嘛 动手我就很伤心的 最后就跟他分开了 你们的婚 婚姻就是持续了多长时间 持续了差不多一 就是说一年多吧 你孩子多大了 现在 现在孩子20岁了 我是个男孩 不是女孩 你怕吗 这个只要我们牵手的话 我们也牵手走下去的话 我们也不会介意的 但是我还是要问清楚 因为他那个老婆本 长一点也不容易啊 到时候你这孩子结婚的时候 你需要为他提供什么住房啊 啥的吗 他有知识点就知识点 没知识点无所谓 我想找另一半呢 就想留个温暖的家 两个人 金人山有知识 9号 您不是非得纠结要生一个小孩是吧 也不是特别的纠结 我有一个小孩呀 很可爱 是个女孩 您别吓着了啊 我没有 那个意思是说要让你要负担的意思 我和他爸爸都能负担得起孩子 今后的住房啊 结婚之类的 您不要担心 您目前是做什么工作 我是自由职业者 我以前的时候 就是说我才运比较好 我有一些积蓄 爸爸那边呢 也是经济能力比较强 所以说您这个不用担心 按照老熊这个状态 只要你今天上了桃花了 你录了这个像了 对于你的这个 困扰你50多年的婚恋问题 我丝毫不担心 因为条件真的很不错 我们帮你总结一下 这个男人你看 很善良 很内敛 很勤劳 有手艺 能吃苦 形象还不错 未婚无子女 但是目前各项功能 都还比较健全 以前当过兵 泡兵哥哥 年薪将近十万 综合起来 可以了 这个男人 现场签不了的话 电视机前会有很多人找你的 你要感谢战友 祝福你 谢谢 谢谢 熊国友来到了终极选择 红灯黄灯都算留灯 开始 终极选择过后 舞台上还有一朵桃花 为你盛开 二号留灯了 我们把二号的基本资料 公布一下 刘三芝 48岁 李毅 自由职业 年收入3万左右 一个儿子归对房 有住房 喜欢看书 公布一下 熊国友的桃花玉中人 他就是 三号 肖燕 43岁李毅 年收入5万左右 一子一女 归自己 没有住房 喜欢听歌 老兄 问题来了 现在摆在你面前三个选择 第一 直接跟二号牵手 没有任何问题 第二 向三号表白 第三 放弃所有的权力 一 二 三 你的选择是 要不要跟战友商量 想好了 我想好了 你的选择是 我的选择是 我的意思跟我的战友的意思是一样的 一样的 就是直接牵手 对 很开心啊 牵手成功了 由于男女嘉宾的成功牵手 他们俩都获得了 由龙凤珠宝提供的黄金剔修手链 美人一份 龙凤珠宝 百年很好 以及由 武北圣宝龙电动车 有限公司提供的圣宝龙电动车 美人一台 恭喜两位 掌声欢送 他大咪有素质 我们学历差不多 都是高度毕业 我跟男嘉宾就是隔个长江都很近 而且我们讲也可以讲方言 他就是跟我留灯 这个是我开心 他明天认同我 桃花朵朵开 感谢你又来